新北市永和的巷弄里有一家创意包子店 老板为了讲求原味天然 大部分的包子内馅都是自制的 像这款菇菇鲜肉包 把卤过的香菇还有杏包菇 搭配了腌制过的猪肉做成了内馅 蒸过之后内馅吃起来鲜嫩又扎实 还有黑糖的面皮有着淡淡的香气 另外还有这款玉米起司包 一剥开来浓郁的起司马上就流泻出来 咸咸甜甜的滋味 辱过好多客人的味蕾 玉米起司包一剥开香浓满意的起司 就像一道黄金瀑布 菇菇鲜肉包香菇还有杏包菇 增加肉花的弹嫩 黑糖珍珠宝 一粗的珍珠甜而不腻 为了方便客人食用 店家还提供网路宅配 不用出门就能享受美味 因为食材跟做法都让人很安心 然后馅料也都是自制的 对啊 然后有小朋友就觉得要吃得健康一点 为了讲求新鲜 老板陈美玲制作酥酥鲜肉包 选用温乳豬肉来腌制 我们用后腿肉 用3比7的比例下去做肉馅的调整 因为现在人也不喜欢吃得太油腻 可是太干材的话呢 那个包子就会没有那个口感 他还加进卤过的香菇 还有杏包菇提升口感层次 再一颗一颗的称重 确保重量的一致 重视入口的每一个瞬间 就连姑姑鲜肉包搭配的面皮 也很不一般 是加进新竹宝山的黑糖 做成黑糖面皮 其实真正的黑糖是有淡淡的香香气 它不会跟咸的口味是有充足的 其实跟肉包是很大 面皮要跟内馅完美搭配 得凭着长久累积的经验 适时调整面团的松软度 很难有固定的SOP 因为我们会依照每天的温湿度 去做那个面团水分的调节 还有发酵的时间的调整 尤其现在的气候是在变化太大了 有时候前一天跟后一天的 温差十度以上 所以我觉得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包包子要怎么掌握技巧 陈美玲说唯有熟能生巧 其实肉馅是软的 其实只要你有单一点油气 在你的要收口的面团上关的话 就会开口 刚出炉的咕咕鲜肉包 用黑糖制成的面皮 散发淡淡的黑糖香 面皮软中但有弹性 扎实的猪肉混合柴嫩的香菇 还有杏鲍菇 降低了油腻感 是网路订购的人气王 它的咕咕鲜肉还蛮香的 而且都没有腥味 吃习惯的话就觉得 吃外面的反而不习惯 然后又是很新鲜 而且口味很独特 很多味道就是外面来不到 陈美玲过去从事食品管理 原本做包子 做糕点只是兴趣 但几年前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让她起了转业的念头 那时候我的自己的感触 就是说其实不要太贪心 那你要用心一点 你就一样可以做出 好吃又健康的东西 但这份用心在创业初期 却不被认同 像黑糖来说 有的客人说 你的黑糖不夠香 我说这是吃的黑糖 这个多了很多 我不是炒的香料 那后来因为有时安年 又更牛喊爆的时候 客人就没有这个困扰 而且我们开业到现在 其实我的客人 对我有一定的信赖度 我们就要更对于在食材上面 要更要把关 把关每一个小细节 口味上它也不断推陈初心 黑糖珍珠宝 软中带Q的珍珠 越咀嚼越香甜 融合黑糖的自然香气 浓醇不会蜜口 我刚刚介绍你包好了 我叫鸡尾包 我叫你厚起来 就厚起来 你自己才厚起来 因为自己是食品管理出身 陈美玲卖包子总有些坚持 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在制作上面 原味天然无添加 就是尽量减少那些不需要的添加品 洋葱跟肉要先去把它炒香以后呢 那再加入就是注入你需要的水分 因为它是要炖煮的东西 等到它整个备腾以后呢 再把你需要的那个番茄放进去 陈美玲研发的口味常常带有惊喜 她把义式肉酱包进中式包子里 不用加工过的粉料 而是运用马铃薯天然的淀粉 方便收汁 只是这样花的时间也得拉长 大概要三个小时左右 那就是说你要看你今天收汁的状况 那马铃薯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太早家 你可能到你包馅的时候没有马铃薯的口感 都化在你的那个酱料里面 那如果说你太晚家的话 你就会有很大的颗粒 你又没有办法把它当成馅料的方式来包 中西融合的义式肉酱包 有猪肉的鲜味 还有番茄的酸香 滋味浓郁 搭配Q软的面皮 保有湿润 芋香狮子头包用料很实在 芋头的香松绵密 融合狮子头的软嫩 口感不会干涩 而且老板做得很用心 因为它的料都是真的是有设计过的 对 而且价钱也跟一般的也没有差太多 陈美玲包进起司还有玉米 细心的一折一捏 手工的包子没有机器的大量生产 相对来得费工耗食 但为了追求口感 很多事情真的挤不得 就如同开店初期 生意不如预期 他还是跟自己说 再坚持一下 一两年后就慢慢稳定 慢慢求稳定 可是我们的客人 就是说一直是累积的 比较没有流失的 那让我觉得说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客人是喜欢 他认同这个产品的 玉米起司包是2012年开业到现在 都很热卖的口味 浓而滑顺的起司奔流而出 过着甜甜的玉米 咸甜浇汁 口味很合拍 玉米起司因为它就是甜甜咸咸的 就是不管喜欢吃甜或咸的 其实都很合口味 对 然后它又非常的扎实 料很 料很饱满这样子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客人喜欢吃你的包子 甚至还会买去分送给他的亲朋好友 怀抱初衷 煎并里面 小小平凡的包子 揉出的自然原味 也能创造大大惊奇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大安路上有一家泰式便当店 微香而且微辣的料理 深受外食足的喜爱 招牌的人气三味饭 可以吃到主菜泰式香肠 还有海南鸡以及脆皮烧肉 他们的海南鸡搭配了姜葱酱 吃起来皮很Q 肉很嫩 非常下饭 再来上一碗他们的太金蛤蜊鱼片汤 里头有榴莲肉 还有海鲜配料等等 他们平常中午来的话都大盘才行 可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今天还算比较好一点 不过平常其实要排队排很久的 对 至少要三十分钟吧 韬客满心期待的泰式便当 用餐时间门前排起队伍 店内客人早已坐定位 享受餐盘里的名人滋味 有百元的人气三味饭 还有南洋风味的打抛猪肉饭 还有卤得油亮飘香的泰式控肉饭 一道道诱人餐食不仅是上班族的最爱 还是外送品牌上的热索美味 他们也有做外送 那因为像外送品牌可能就都是一些干面 或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泰式料理这类的外送 还蛮新奇的 因为毕竟是泰式的东西 所以它是比较偏清爽的东西 我觉得CP值还算不错 因为份量给的够 然后东西也做的好吃 平价的泰式便当能打动客人的心 是因为背后掌勺的老板娘蒋云童 非常热爱鲜罗美食 她三番两次到泰国上厨艺教室 为了就是想学好泰国菜 像是泰式海南鸡 主机食用的高汤 她特别加入能提升甜味的水果玉米 为什么我们要用水果玉米 那因为水果玉米的话 它本身的甜度虽然很高 可是它的那个清甜味 会比黄玉米来得更香一些 对食材聊如指掌的蒋云童 爸爸早期是日本料理师傅 从小耳濡目染磨练出绝对味蕾 像是泰国餐厅会尝到的 泰式脆皮烧肉 虽然台湾的烧辣店也有 但做法各有千秋 港式的烧肉它比较是以烘烤方式 去把它的酥脆感烤出来 那泰式的炸的话 它是会皮跟肉衔接的地方 它一样会把水分都打出来 所以整个皮都是 就是很像蓬盔盔盔盔盔的 料多丰盛的泰式便当人气三味饭 摆入海南鸡 雀皮烧肉 和泰式香肠与配菜 让人无法抗拒 泰式海南鸡 味道和新加坡口味最大不同 就在于淋了新香味浓的姜葱酱 所以鸡肉吃来皮Q肉嫩充满姜汁味道 泰式香肠吃来瘦肉偏多 有淡淡的九层塔香 烧肉肥瘦适中 瘦肉软嫩 肥肉还带有些微脆度 那它的烧肉其实我觉得满有水准 就是有那种港式烧辣的感觉 但是味道又有一点改良过 所以我觉得满特别 客人品尝三味饭还会加点这一碗 飘着南洋气息的太金蛤蜊鱼片汤 有鲁 鱼 鸿喜 骨 蛤蜊 和俗称太金的榴莲肉 浸泡鱼汤的榴莲绵绵绵齿 香气浓郁 鲁鱼因为鱼刺少吃来肉质细嫩 搭配榴莲汤味道香醇顺口 它的蛤蜊鱼片汤喝起来还蛮鲜甜 就是料也用的蛮多的蛮豐富的 然后像夏天喝起来的话也不会太燥热